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采访中 梅根指责嫂子凯特王妃 因为花童的主张问题上让自己哭了一场 该采访自2021年3月首次播出以来 已经有1700多万人观看 最初的报道是 在梅根和哈利王子举行婚礼之前 凯特王妃因在花童礼服的问题上与梅根发生了激烈争吵而泪流成河 然而在接受奥普朗采访时 梅根说事实正好相反 他才是那个吵架之后泪流成河的人 梅根表示把事情的细节说出来对凯特不公平 他只是想表述没有发生冲突 并因把细节公开而向凯特道歉 此事因为主角之一的凯特一直沉默 所以后面就不了了之 但根据最近的报道 一位时尚班舍的助理在某场事议会上证实 梅根之所以会哭 其实是因为当时在试花童衣服的时候 她对向罗特公主因增长了一点体重而表示不满 现场就有人指出 梅根你这样说就是在羞辱一个小女孩的身材 Bardishai 就是一种很严厉的抗议 但让大家更不可思议的是 这句话直接把梅根没去哭了 话说几番爆料下来 几年过去了 仍旧没有把花童礼服这件事弄清楚 足以看出这帮人的无聊 但从赤光来看 此事反转又反转 最后又还是回到梅根霸凌的本质上 目前白金汉公主手调查 梅根欺凌员工一事 已经陆续有报告出来了 而川姆那里对此事的讨论也挺热烈的 对于才几岁的向罗特公主 大家应该不陌生 她是很可爱的一位王室成员 从两岁起就被拦出去当花童 从她这几次的花童装来看 就参加收拾哈利王子的那次没有穿上裤袋 所以可以看出来 梅根在坚持自己想法和要求的时候是很强硬的 但关于向罗特公主花童礼服仪式的内幕的确很不一般 从婚礼当天的一系列变化和举动来看 这些爆料的真实性很高 花童 有好几位 不是梅根一开始就决定了要捧闺蜜Jessica的女儿艾薇 从试衣开始 梅根就和闺蜜 一直在给艾薇改动尺寸 冷落了帮顾向罗特公主在内的其他花童 后来公主的父亲魏迪王子 知道梅根那件事后 就让自己的女儿不要再去试衣了 而梅根方面呢 就以另一个小女孩作为模型代替了向罗特 直到试衣完成 这也就是为何在婚礼上 有人质疑向罗特公主的衣服不太合身的原因 我是不太看得出来啊 但的确有人认为夏洛特的裙子下摆太敷衍 不过联想到她的地位就说得通了 另一方面呢 在婚礼上你们也看到了 这么多花童就Jessica牵着艾薇头上没有花环 而哪怕是有正式公主头衔的夏洛特 都得安静当一个路人甲的角色 梅根毫不掩饰地把自己喜欢的人往前推 这也不能怪后续 威灵和凯特直接把儿子和女儿都带离了之后 就没有再出现在教堂的过道里 她和哥哥乔治王子都没有完成后续的花童任务 而几个月后 这兄妹俩又参加了一场婚礼 这次的婚礼是他们的姑姑尤金妮公主 两人依旧是当花童 但那一次乔治和妹妹夏洛特 不仅全程走完了花童仪式 过程中还玩得很开心 所以梅根在婚前这段时间 就已经得罪了不少英国贵族 而且还是地位显赫的那些 但是如果继续挖掘 人们会发现贵族们早就领驾过 梅根的好脸皮和鬼祟心思 只是碍于贵族的体面 没有抖落到媒体上面而已 比如在2018年的那场奥迪马球赛上 梅根的突然闯入就吓到了一些人 这些人都是属于哈利王子的人脉圈 那是在2018年的某著名品牌赞助的马球比赛上 当时距离哈利梅根婚礼才过去一个多月 哈利和哥哥威廉都参加了那场比赛 两兄弟是队友的关系 凯特王妃当时没有参加 梅根是意外加入的 太阳暴用了surprise来形容出现在赛场上的梅根 当天哈利和哥哥威廉的东西都一同放在这辆车上 兄弟俩都不时的过来拿东西 在二人准备上场打比赛的时候 梅根走大车后不停的在翻找什么 一旁的小微老公就好奇了 走过来问他在干什么 话还没怎么说完呢 另一边就跑过来一个红头发的周年男人 从他突然停止的脚步来看 他是在遏制梅根的 梅根像是做坏事被抓包了一样 本来是招呼的车 本来他也翻了几遍了 但不懂为何 这个男人走过来后 他会害怕的走远了 然后走开了 不过他后来又返回来试图靠近 最后呢还是走开了 而那位制止他的男子 是看着威廉哈利两兄弟长大的人 叫马克道尔 也是阿奇的教父之一 马克跟哈利的关系很亲密 外界甚至认为他是哈利的第二个父亲 哈利和梅根婚前经常约会的酒吧 就是他开的 原来那段时间 传出了哈利与某位前女友重新有了联系 而梅根在后备箱想要找的 就是账户的手机 被马克从远处看到后 就急忙过来制止了他 被制止的画面呢 翘好就被记者的镜头给记录了下来 然后现在就被网友挖了出来重新讨论 原来在一向讲究体面的贵族圈里 梅根竟然是这样偷偷摸摸的画风 地位突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但出现这种行为 这样的为人也不怪这个圈子的人不喜欢他 在贵族圈里也不发个性特别的人 以特有的方式来嫌弃他 只是大家当时没有注意到罢了 因为在梅根婚前婚后的这段时间 公众对他还是很喜欢的 但那个时候呢 贵族们或许就不这样认为了 这里面他明来是真的是 不藏着掖着的一个人 这个考古很有意思 在梅根的公公查尔斯王子70岁那年呢 王室给他一个人专门举办了很多纪念活动 白鸡汉公画园的这场活动上 哈里梅根夫妇的出现 让主角查尔斯不是很满意 二人后来在画园握手的时候 被工作人员礼貌地劝走了 在被劝走之前 卡米拉和梅根手玩笑后转过身 立马对着镜头说help 而另一边 查尔斯转头就给了儿子哈里一个脸色看 完全表情失控现场 足见王储夫妇在当时是有多生气 卡米拉转身就是一个低声的help 回去的路上呢 梅根被拍到很不开心 这些事啊 在当时都没有被热议 而是在梅根非要给女儿娶 莉莉贝特的时候 被很多网友考古并翻了出来 通过这些发生在柜圈里的事 大家发现不是人家王室排挤梅根 其实就是她自己都没有做好融进去的准备 其实是她自己都没有做好融进去的准备 我们就不要做好融进去的准备